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已經開始說了 歡迎大家 今天大家都是來跟陳南陸先生唱的 Philip唱的 我都例太說幾句開場打好嗎? 我怕我一會沒話說 第一,我是相當妒忌的 因為我們是出書的 但我沒見過還沒說話就買書 基本上是做難事 第二,我是有一種順風車的角度 因為大家知道陳南陸先生能言善道 一脈風趣 基本上我答應做主持 我只是說四句話 歡迎大家 有什麼問題 再見 只有四句話 其他就是你都說了 第三就是 我可以用一種報復的態度 我認識Philip之前 我沒買過馬 沒買過馬 我入過馬場 但從未買過馬 後來Philip跟我說 有一隻馬很棒的 你買它 然後我想馬會主席 說的 我一定相信 結果我人生第一次去買馬 就是因為你 那隻馬最後是跑尾二的 第尾 它也令我以後 暫時會再慢慢 我們再一次歡迎陳南陸先生 今天其實這個題目是偉大城市 我最初想的時候 因為我們做一個歷史研究 我想偉大城市 歷史上有些名勝 我想一想 你會說誰 後來看封面之後 原來是香港 我第一個問題 可能在座很多人都有些問題 香港偉大在哪裡 憑什麼偉大 什麼偉大 是不是依然偉大 OK 所有這些問題 我食不宜遲 我們聽聽陳先生 Philip 他講一講他的看法 好嗎 多謝 多謝 可不可以站起來說 可以可以 要不要陪你 不用 你撿得這麼正 我可不可以脫衣服 不是 我們說過脫衣服 各位 這個是我今天表演的一部分 給他一點掌聲支持 不是吧 首先 很感謝你 我想請到邱日院長出馬 就是天下無敵 而且他馬上把這個講座提升很多 我想告訴你 其實我 叫你買的馬 是我的馬 我知道 跑到最後 但是你不要忘記 我做馬會 有一個最大的職責 就是幫馬會增加收入 所以 很對不起 除了多謝邱日院長出 我想多謝大家 今天就是為林 真的很高興 大家今天 真的抽空出席 我想趁這個機會 特別多謝商務印書館 這個主意 將這部書出版 其實完全是 毛總 毛永波先生的主意 多謝毛總 我也很感謝 韓心耀小姐 真的出心出力 做了很多工作 將這部書 變成真的可以出版的一部書 也很感謝所有有關的人士 特別我想提到國泰航公司 以及機管局的朋友 在這裏真的幫了很多手 給了很多好的意見 以及交代了裡面 有些錯誤 用這個吧 這部書 我想先聲明一句 不是旅遊書 很多人聽說完都問 去哪個城市好 對不起 這不是旅遊書 也不是每個城市去瀏覽的一部書 這部書的開始的概念 是1997年前開始有這個概念 當年香港回歸再職 很多人討論如何把香港 整成全世界是一個超級最厲害的城市 我當時也有些想法 說了很多東西 也真的我覺得 跟了很多人說 到了2010年 香港大學將我所說的 以及做的research 出了這部英文書 2010年 2010年出了這部英文書 無種的說 不如你將它譯作中文 就可以多些人看得到 希望內地多些人士 可以接觸到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但是那十幾年間 我亦都沒有做航空 沒有接力 根本沒有時間做這件事 直到現在 得到商務英文書館的幫助 就可以將這部書順利出版了 什麼叫大城市的理論 當年的問題就是 如何將香港做得更好 如何做得更好 這句好像美國總統競選 那些口號 不過那時候真的這樣想 如何做得更好 當然我們環顧世界 很多大城市 各有優劣 各有所長 如何在香港脫穎而出 而做到這些大城市 我想說一句 這些相片好像是旅遊相片 但真的不是旅遊書 但是我想說一句 這些相片不是我拍的 所以可不可以下一部 出部影集可以嗎 保重 當然如果你看世界大 很多大城市 你會發覺一個很直接的東西 就是香港很小 香港真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一點 在很多大的強國之間周旋 很大的力量在我們旁邊 而且香港根本沒有什麼天然資源 最重要的就是各位 我們香港的人 就是香港最重要的資源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榮願才可以的 香港一定需要一個這樣的願景 那麼有什麼願景 可以達到這個願景 說香港要是最厲害的呢 當年很多人提出很多意見 什麼講什麼講 中藥講 數碼講 什麼講也有 很多意見 我覺得是不錯的 當然有些意見 比別的意見 好多的 不過很多意見 都是很值得參考 很值得用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應該有一個比較客觀的 不是一廂情願的一個想法 才看到 然後知道 其實最重要的是 這些條件在哪裡呢 除了看今天世界之外 我也覺得應該看歷史 看歷史上有什麼名成 其實是影響到 你知道它為什麼會做到 當時世界上最厲害的城市 你看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覺得有幾個點 很多人說出來的 是值得討論的 第一 做了一個大城市 是不是因為地理的環境 以前很多城市 就是因為地理環境 發展得很好 地理環境是否一個必須的條件 地理環境是可以有用的 但是 如果你想想 歐洲 西歐 最中心那裡 就是比利時布魯塞爾 那裡應該很厲害 還是歐盟的總部 北約的總部 歷史上有很多過癮 很多 1815年6月18日 拿破崙 說鐵路戰爭 就是在那裡打的 還有很好吃的東西 很出名的觀光點 布魯塞爾應該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城市 不是 是否歐洲最厲害的城市 也不是 反正你再想想 倫敦和紐約 今天想說是洪霸世界的城市 其實地理環境 根本是一個 邊除一遇 倫敦甚至連歐洲 大陸上也不是 是旁邊的地方 地理環境是可以利用 但是是否一個最主要的條件 我想未必 第二樣說 如果你有些天然資源 那就行 但如果你想想 其實天然資源 最多的地方 納美比亞 它們出產了鑽石 出油的地方 沙特阿拉伯 文萊 拜你威考 文萊的全名叫什麼 英文 不是 全名 是嗎 你真聰明 文萊 文萊 國家的什麼名字呢 文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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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得出 班德斯里的伯家環 真是這麼厲害 真是 這些國家應該是全世界 班德斯里伯家環 應該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城市 我想很多人都沒有去過 現在叫你講個名字 你也搞不定 好了 那是不是人口呢 人口最厲害的 如果人口是一個最關鍵的原因 開羅 耶加達 重慶 堅沙沙 應該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城市 我想很多人這些地方 根本都不覺得它有什麼偉大處 再說 旅遊可以了吧 阿丁 很重要的 但是 再加上 有文化 又有傳統 甚至是宗教中心 可以嗎 可以嗎 會 沒有錯 很重要的推動力 但是 如果 再想回這幾個sector 宗教來說 羅馬 天主教 墨加 伊斯蘭教 德里 印度教 耶路撒冷 猶太教 這幾個地方 其實都不是 今天我們公認世界上最厲害的城市 旅遊 沒錯 是很厲害的 但是 如果你將 你一定一輩子要去一次的地方 隨便說 Marchi Picchu 埃及金字塔 Taj Mahal 隨便說三四個 你加上他們的總數 都不夠去法蘭克福的人多 法蘭克福是沒有東西玩的 沒有東西看的 當年我說了一句 在德國總領事面前 我發現法蘭克福是全世界最悶的城市之一 他很不高興 但是我真的星期六晚 不知道在法蘭克福去做什麼 好了 就算是政治首都 應該很厲害 你想想這些地方 土耳其 巴西 澳洲 南非 你去過這些國家很可能 肯定沒有去過這些城市很多 大部分 都不知道首都在哪裏 就算是去這個國家 對不對 所以政治首都都不是 一個很必然的條件 那什麼才是呢 它有很多政策 有金融政策 貨幣政策 人口政策 教育政策等等 其實今天環觀世界上最強的城市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們的共通點在哪裏 他們的政策有哪裏 哪裏不好 歷史上 你記不記得 哪裏的人口政策 貨幣政策 金融政策 是很強的 我想大部分人都說不出 這裏就是原本的書沒有的 因為2010年出版的時候 沒有今天政府這麼說 我們要搶人才 搶人才 這句話是很對的 沒錯的 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 但同時 要培養人才和挽留人才 這件事都接受了 對 我們搶人才之外 也要顧一下我們本地人才 怎樣玩牛人才 都對 只有梁琴窄木而棲 鳥仔有樹才會來的 對不對 那你要種樹才會來的 對了 我們要搶企業 要好的企業來 對不對 這些全部都是很對的說法 完全沒有錯的 但我想想到一個地方 有些很厲害的企業 Amazon Boeing Costco Expedia Microsoft 大家都認識的 MOD 是一個很有名的Pizza Nostrum 百貨公司 Pacific Car 是一個很厲害的 差不多第一個 汽車零件製造商 Redfin 是地產代理 Starbucks 大家都光顧過 這些人 這些公司 全部都是在一個城市 做總部 你知道那裏是哪裏嗎 Ceatle 請問Ceatle 是否全世界最厲害的城市 是否美國最厲害的城市 也未必算是 那怎樣才是我們需要找到的東西呢 如果我們看看歷史 歷史上最大的名城 兩千年前 羅馬 條條大道通羅馬 一千年前可能是長安 今天是西安 是中國最重要的交通樞紐 絲綢之路 什麼都在長安集散 如果你看看威尼斯六百年前 它是什麼呢 它是東方與西方相會的地方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observation 也很直接的 就是所有的大城市 其實都是交通中心 而你看看以前很厲害的城市 根本就是靠交通來成立 以及發達的 當那些人不再坐駱駝 不再坐船 去別處的時候 然後路線變了的時候 這些城市 其實全部都不如以前那樣的輝煌 這些城市 以前差不多是世界一流的城市 很多人現在想去的意欲都不是很高 我幾個星期前去完武漢 我不知道武漢 一百多年前 航空未有的時候 靠船的時候 武漢差不多是中國其中一個最厲害的城市 所有的外強侵略想搶地 不只是上海 武漢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因為武漢 大船可以進去 接著可以搏小船再上去 九省通行 所有的陸路都可以去到武漢 接著變成交通的樞紐 所以武漢是很厲害的 今天的武漢 你還可以看到百多年前的外灘 一個很厲害的 外國人在建造的地方 右上角的照片就是江漢冠 那时候是全市最高的建筑物 左上角的那幅其实是汇丰银行 右下角的那幅是花旗银行 这些外国人全是有租界的 所以其实武汉是很厉害的 今天不是靠船 那今天的武汉是否中国首位最厉害的城市之一 可能也未必算得上 所以你想想很简单的一个观察就是 如果你转移交通的方法 不能再做书楼的时候 所以这些城市就不如以前的辉煌 其实不用看什么交通 就是在美国的建筑路,建筑路,建筑路 建筑路,建筑路,建筑路 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 很多城市根本在沿着路 改了,就没有了那时候的范围 今天主要的交通是航空 所以很简单地 今天主要的大城市 其实全部都是航空中心 所有大城市都是航空中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通点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很强的本地航空公司 我们刚刚说过的地方 其实全部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本地航空公司 做它最主要的支撑 你见不见它? 它在1965年8月9日 新加坡独立的时候 哭了 新加坡根本没有条件独立 当时一窮二白 人口又不多 又有很多外优外患 但是在1972年 李光耀已经宣布 为了新加坡的利益 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航空系统 这个想法 二、三十年之后 杜拜抄了它 阿布达比抄了它 都下 最近前不久都抄了这个想法 新加坡的时候 1965年独立 1972年 他说我们要投资 建一个全世界最强的飞机场 如果你想想有什么商业事件 你上过博士 一定抄到你 有没有搞错 很多这样的问题 当时各房都有问题 可以投资在 基建、医院、教育 很多很多东西 如何去确认建一个最强的机场呢? 李光耀力大忠义 一定要做一个这样的航空系统 于是 新加坡航空公司 在1972年 跟MSA Malaysian Singapore Airlines 分家 自己分拆成为新加坡航空公司 我们说 The rest is history 所以 杜拜 杜拜 也是照样学 这一招 杜拜其实没有油出的 杜拜一样有这么多沙 不过没有油 但是他一样用回这个策略 就成为交通的一个枢枕 建造了一家很厉害的航空公司 Emirates 为什么每一家很厉害的 主要的航空书楼 都有一家很厉害的航空公司 其实航空公司做了很多东西 我们看看它带来什么利用 第一个就是 其实航空公司的这样的商业模式 是赚外汇的 以国泰航空为例 你去日本 其实是输出一些空气去日本 只有一个空位去 然后你跟日本人说 你坐这个位置来 那就给我一些日圆 你搬飞机去德国 你其实说 你给我一些欧罗 而国泰 我想 Andy 我不知道对不对 大概75%的收益 就不是香港赚的 如果这么说 国泰每100元的收益 其实国泰今天这样的规模 就是再做回复之后 你想想那条数 100元的生意 75元不是香港赚 而是外面赚的外汇 哪个人做政府 都会有这样的公司 第二 你要投资在总部 总部 就是吸引你最多投资的地方 国泰飞去日本 没有什么东西 最多一个办公室 可能都是租回来的 请几个人 但是香港 你要建总部 买了很多飞机 投资了其他设施 例如配餐 例如工程 例如维修 例如地面服务 等等 还有培训的设施 再加上 请了很多人 国泰飞行公司 我想现在多少人 2万人 2万人 如果香港请了2万人 这个就业人数 其实不只是2万人 这么简单 如果每一个人 有一个5个人的家庭 其实10万人 跟一间公司有关系 所以你想想 其实一个航空公司 每一个政府 会看到这个 是多么吸引的 一个设计 第三个 其实这个 在职业之外 我想说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高级性 高级性的职业 为什么呢 你不是聘用最基本的勞工 你是聘用一些很高技术的 除了飞机师 工程师 等等之外 你是说电脑 IT的人才 分析员 培训的人 是很高水平的一种工种 第四 你是一个国际品牌 我考虑你 请你现在立刻想 5个菲律宾的品牌 我听 是 你这真是 素有训练 还有四个 还有四个 通常就是想 那就是菲律宾的航空 五个马来西亚的品牌 最后是马来西亚的航空 很自然的 但菲律宾是你隔离的 隔离的国家 离开香港 很近的 你知道什么呢 就知道 航空公司 是一个国际品牌 再说 你做航空公司 一定是公司的 你也希望你来那里玩 对不对 你在新加坡 你不会在香港 你去纽约 你去纽约 都不飞去那里 当然不会跟你说 那样东西 但国际在纽约 说你飞来香港 香港很好玩 香港旅游发展局 做很多东西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 做了这一套 其实有一个multiply effect multiply effect就是 你带往了很多人 你带往了餐饮 带往了酒店 带往了服务业 带往了很多其他东西 也可以制造到很多相关的就业 我想说 其实multiply effect 不是这样的 那么简单 因为multiply effect 其实你要想 为什么伦敦是一个船运中心 不是很多船去伦敦 但是他因为他以前有船运 他可以做到 今天是他的保险中心 船运的registration 是不是 所有的arbitration 全部都可以在伦敦做 融资 全部都可以在伦敦做 所以变成了相关的行业 一个蓬勃的发展 再说 其实 因为航公司在这里 你怎么也会帮回自己的地方 因为他坏了 你一定不会好 所以你想想 当年 在国泰的时候 香港遇到几大的冲击 例如2001年的911 整个航空业 旅游业都是冰冬的冬天 郭泰当年 人想了 就是送一万张飞机票出来 第一次 一万套来回机票 所以 那时候就是 We World's Biggest Welcome 万张飞机票 贈全成 就是一个当时的创举 但是接着那年 又立刻有一个沙士 亦做了一个 We Love Hong Kong的 campaign 其实这些事情 很自然地 希望自己的基地 是会发生的 所以 它的利益 完全跟基地的利益 是息息相关的 以及在一起的 所以 很多地方 都搞航空公司 甚至Seychelles 这样的地方 Seychelles 只有几万人口 但是 他知道这些利益 他也希望搞 当然 规模很有限 但是 搞航空公司 做发展航空公司 其实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如何发展 枢纽 这个枢纽的概念 完全不是新的 我们今天 随时看到的 例如金钟 以前 金钟站 金钟那个地方 我记得 没有人 是一个兵房 是一条很轻的 一个电车路 没有人 没有人在那里下车 今天 金钟很贵的地皮 对吧 你想在天水围 去南区 你差不多一定在那里转车 是一个书楼 也有巴士 小巴 的士 也有在那里站 所以 在金钟的大厦 商场 就很贵 很贵 请问 如果你把太古广场 搬到葡台岛 有没有人去呢 一定没有 所以 交通先行 是很明显的 所以 每个人都想这样做 例如 你如果在台北 想去 伦敦 台北的伦敦 就不是那么多飞机 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去日本 去香港 去新加坡 都可以 所以我们想做一件事 就是 你不要搞了 你去香港最好了 这个就是 做一个企业的好处 就是 抢到那些客人 就来做你的 对吧 你想想想 其实 譬如说 澳洲去香港 香港去澳洲 真的有多少人 不是那么多 香港去澳洲 有多少人 澳洲来香港 有多少人 很有限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 澳洲经香港 去伦敦 去欧洲 欧洲人 其他人 经香港去澳洲 你在做全世界的生意 那个潜力 是无限的 所以 做一个 最好的方法 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你看到 我这个是19年的时候 拿了一个很奇怪的例子 就是 金泽去伦敦 日本金泽去伦敦 大家都是抢这些 你上网找到这些 connection 出来的 你要记住 其实我们真的是 这个身体力行来做 因为 当年 在1997年 我去国泰的时候 是国泰年报 你可以看到 到年尾只有五十多架飞机 但是 我入国泰那年 在1977年 整间公司只有十二架飞机 还是小飞机 主要是707 1997年 也只有五十多架飞机 但是十年之后 将它增加到一百六十多架飞机 其实就是 将这个理论 将这个盒 做出来 才能做到这么大生意 in a way punching above our weight 一个例子就是 斯里兰卡 哥伦波去香港 很少人 不是那么多客人 香港去哥伦波的人 都很少 怎样做出来 就是开直航航班 而这个航班 可以给很多人 去哥伦波的 经香港去 哥伦波的人 去其他地方 去美国多少 就可以经香港去 于是 你便做到香港 美国 其他线 那些生意 多了很多 越来越发达 如果你没有了这条 香港哥伦波的线 那些生意 都是没有了 同样 你现在将哥伦波 这个地方 转做巴里岛 香港不是那么多人去巴里岛 但是 怎样会开到这条航线 因为欧洲人去 经香港去 但是如果你没有了巴里 欧洲人就不会乘 你欧洲来香港 这个航线 所以其实这个hub 是在做全世界的生意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 Emirates 飞机上的那份雜誌 那个地图 就是这样的 其实什么地方都说 京、杜拜就行了 那 很多人问 如果你有一个很强的 本地航空公司 你会不会逼走了 其他公司 绝对不会 你想想 这些地方 布鲁塞尔 奈罗比 帕特摩斯比 没有什么人争取 但是你想想 这些很繁忙的地方 伦敦、西加坡、香港、东京 个个都抢了 所以你越旺 其实越多人 会希望来 而你越做一大 你的城市 越发达 甚至可以有时 吸收了旁边的那类城市 例如东京 东京 你现在去 Kamakura 其他地方 其实完全都 都不会去他直接的一个机场 Kamakura 有机场 但是没有人会这样 非法 上海 苏州 那些 宁波 有机场 但是很多人都会经 上海 去了这些地方 所以变成一个大的 一个 region rather than 一个这样的城市 变成一个大范围地区 所以所有政府都差不多 会在某程度上 帮他们自己的航空公司 不用说这么细节的事情 但你看到911之后 个个都在资助航空公司 甚至给他们很多优惠 再加上 其实你再看今天很多地方 他们的劳工政策 其他的税务政策 都有偏帮的航空公司 甚至有一些 是真的给 marketing support 给航空公司 帮他们自己的航空公司 达到国家利益的要求 所以这个很简单 新加坡 新加坡 我经常带着这张银子 就是这张银子 新加坡的20元 很大的 不要带他走 很大的蝙蝠就是这张银子 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 现在改了 当然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一样 马币上也印了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招牌 那一架飞机 今天新加坡的炒票 已经不是飞机招牌了 但是他唱了国歌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形象 Majuda 新加坡 新加坡 前进霸 新加坡 这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一起exclaim 新加坡 那时候出了新加坡 的招牌出来 香港 也是出了新加坡 的招牌 这个是中万航空公司 足成我本身的长城 旧式 不是 旧式不是这样的 我想知道这个有多少级 这个是打格制的 有人说不是 这个不是政府机构 不是政府公司 不是政府公司 不可以官商勾结 对不起 你每天拍照 每天说香港好东西 拍海港的Skyline 全部都是大地产商 建设的 全部都是建设的 香港的两家 很大的机构 是你放了钱 希望立刻拿到回报 一间叫马会 一间叫香港联交所 其实都不是政府监管 政府也不是股东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宣传品 都不是有这样的机构 我觉得这些事情 有什么这么怕呢 这些事情 对不对 但是这个COVID-19 是真的证据的 真的搞到所有政府都说 其实我们明目张胆 一定要帮航空公司 现在就搞不定了 香港政府也是出手 这个我想也是很直接的 一个见度 其实不是只是香港政府 而是香港政府之外 其实所有的地方 差不多都在做这个动作 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 就是美国那几家 都是同样做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我不应该说 我们陈范局长 应该说 当时你出手 救国泰的时候 应该说了些东西 应该说了些东西 所以问题基本上是 下一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三件事 第一个 你怎么可以弄到 其实我们这些设施 和基建 更加可以帮航空业的发展呢 第二 就是航空业的从业者 包括航空公司 怎么可以更加强化呢 第三 其他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联的东西 怎么可以更加做得好呢 这些基本上 真的是生意101 来的 因为你想弄美的舞台 怎么弄美的舞台呢 有舞台 没有人看过舞台 那怎么找好的表演者 来给予人呢 有了好的表演者 有舞台 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帮助呢 有餐饮 有纪念品 等等 其实这些真的是 Business 101的问题 来的 关于我们的基建 其实 香港真的已经做了很多东西 我这个 1998年开始 一个很好的机场 而这个机场 根本是 越来越好 我觉得做到 我们已经在疫情之间 建了第三条跑道 正在用 现在就是第二条跑道 因为要做一些翻身工作 等等 很快整个三跑系统 这两年之内 就会开放 就会完全用到 伦敦说了几十年 还在说 多条跑道好不好呢 所以 除了跑道之外 香港其实新的Terminal 都建了出来 Terminal之外 有一条天桥 我不知你最近有没有留心过 你下次去机场的时候 有一条桥 下面可以过飞机 非常壮观 还有 所有内地客人 可以开车来到香港 上飞机 香港也有很多接驳 去到内地的城市 陆路 或者水路 当然 飞机的接驳 当然很多 再说 很多的娱乐设施 越来越多 因为 十一Sky 会逐步的开幕 再加上 其实现在有很多货运 和其他的设施 终终终终终开 你不要忘记 其实香港的机场 已经很厉害了 就算去机场 有机铁 你想想 我们几分钟 就有一班车 很方便的上去 110元 就可以到飞机场 你去Narita 一个小时 才有一班 多少钱 其实这个已经是做得很好的事 当然 可以更多事情 可以一直做 因为不断的需求改变 我们一定要继续做多些事情 还有航空从业者 我觉得政府的政策 应该是不需要有什么补贴的 但是一定有一个很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也是帮助业者 如何去继续发展 我觉得也要看得到 不要只是看航空公司商业的利益 而是看得到它对整体经济 带来的帮助会在哪里 以及将香港真真正正成为 因为书楼这么重要 一个很重要的书楼 这幅图我说过 二十多年前开始说 说了很久 很多人都用过这幅图 但是没有人说过 这幅图我认识的 就是香港飞行的时间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香港覆盖的地方 就差不多是世界一半的人口 因为它最多人口的地方 都在这里 印尼、印度、中国都在这里 这五个小时 也是GDP的地方 最高的地方 其中几个都在这里 也是Foreign Reserve 最高的地方都在这里 除了美国之外 所以你想想想 这个区 简直就是黄金的保地 你用香港这种优势 再说 这个区域的航空业 我认为方兴未来 因为你想想 就算中国内地 有些人没有飞过 请问你现在一年 坐的一次飞机 很多地方的人 一年坐的一次飞机 他将来会不会飞多些 因为美国现在的人 一年坐的一次飞机 所以 其实潜力 我觉得真的无限 而且你说美国和欧洲 可以有些很快很快的火车 或者是公路 可以接驳 今天的高铁 可能300多公里 飞机飞800公里 你当去 如果我当你高铁 能够去到飞机这么快 或者不是高铁 或者是浮潮 但是你怎么建一条铁路 由上海到东京 或者台北 去到复光 不是那么容易 我想短期之中 因为这个区 和地理环境 根本跟那些不同 再加上 其实 你现在很多地方 包括中国在内 三公里的跑道 是有用过三公里的公路 很多 你怎么去西藏 三公里的跑道 很容易 把东西混到西藏 人混到西藏 三公里的公路 很多三公里才能去西藏 最后我想说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交通 航空运输 货运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在疫症之前 货运佔的比重是很高的 可能你会知道 747当年70年代 研发的时候 那时候的泛美航空公司总裁 就要求 喂 你一定要够货运 让我的飞机可以 是break even 我才会买这些飞机的 所以货运是每一个航空公司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 也都因为这个 疫症关系 我想越来越会继续发达 我们现在习惯了 买东西就送过来 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香港国际机场 也加了很多货运的设施 这件事 我觉得也不可以忽视 但是 不可以只靠货运 如果你看这些城市 Nemphasis 就是空运第一 因为它是Fedder Express的总部 其他呢 很多都是海运最高的吞吐量的城市 请问这些城市 是不是世界第一流的城市呢 很多个 我想你都未必想去的 所以 只是靠货运是不够的 我们说的这套东西 过了很久 而且还是身体力行 因为国泰投资 我刚才说 97年时只有五十几架飞机 十年之后去到百多 一百六十几架飞机 是不是 也转了很多 全部是广体式飞机 做了很大的一个hub 的operation 再去多几年 也是更加 扩展了那个网络的概念 但是97年的时候 你看第一份施政报告 当时最底的那句 就是说 香港是一个航运中心 是trade and shipping center 那 当时我是很失望的 跟你说了这么多 但是 要去到 2019年 那个是大湾区 宣布 一个大湾区的概念 那时候 香港政府出了一份文告 就说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香港做Aviation hub 很棒啊 但是 2021年 14.5年计划的时候 香港政府出了这些 就是说 香港要成为 一个International Aviation hub 国际航空书楼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一套 虽然我们在做 但是真的二十年 才去到这样的 供应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说出来 我们应该 所有香港人 向目标走 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希望 我能够做到的 就是说 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 不用怕 不用怕 这是其实香港 一个很重要的支柱 你无论 无论几成功都好 人们来不了 或者不会来 你根本不会做到什么 所以将来 世界的伟大 在世界上 舞台上的伟大性 就是靠你的航空交通的联系 而那个也很靠你的从业者 包括你的航空公司的强势 将来的世界 In fact 今天的世界 已经不是这个地图 如果你的老师 你上证堂老师问你 法兰克福远 还是Belgrade远 你说Belgrade远一点 肥佬 Belgrade近香港 比法兰克福更近 对吧 其实你的地图不是这样画的 你去Belgrade一定比法兰克福 因为你在法兰克福转机 对吧 根本不是这样的地图 所以我经常觉得 我们将整个概念 要改写过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真的要有一个国际性的视野 在一个国际方面想 如何可以赢得到其他城市 不要只看一个很简单的 proposition 这个香港一直都是 我觉得国际化 以及如何面向国际 是我们的一个增盛点 好 多谢大家 希望你马上去买这本书 好 喝点水 好 好精彩 这次已经是第二次听了 第二次听了 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很多 香港也好 经济也好 政治文化也好 在这个过程里 其实这本书 其实也是这些内容 我觉得可以令到更多人去了解 香港特殊的地位在哪里 事不宜迟 其实我们接着就要进入一个法文的时间 我们做了没东西 但我相信不用了 有很多的朋友 其实在之前 或者在刚才议论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那有没有在座一些朋友 是有些问题 你各位问什么问题就可以 因为这里有好过我 很多的专家可以回答你 第一是陈凡局长在这里 对不对 当年她就是 刚刚说出资政府 就是邦国泰 我们又有旅游发展局 Dane在这里 关于任何这些数字 其实的策略 可以回答到 也有很多机管局的同事 林铁峰刚刚走了 我看到 也有国泰航空的很多同事 所以你问什么都可以 我们就找那些专家回答 但是书一定要买 OK 人情可以做更多的 我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向前看的问题 刚才你说的做盒子 我完全同意 但是技术的发展 会不会令到有一天 例如高铁在内地 已经在行600公里 一个小时的车 飞机 过去几十年 飞机 大家的重量就是 大一点的飞机 不是飞得快一点的飞机 所以 Concord 也死了 但是 到了差不多 基本上下 就一定会 飞机是飞得快很多的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直接飞机 就是由一个一点 到另一点 会不会有机会 令到车 车 越来越做不起呢 这个我就想 你解释一下 你的看法是如何 多谢Robert 他真的很知识 如果我觉得不对 请航空界的同事 请你补充一下 我想我几个方面 说这个问题 第一个 肯定有很多 replacement 譬如说 以前乘飞机到武汉 现在乘飞机到武汉 乘飞机到武汉 乘飞机都可以 很快 将来会更快 挺好 以前一定是 台北飞高雄 现在高铁都可以 台北去高雄 这些一定有 replacement 这是肯定的 你说有其他的replacement 也是有的 但点是市场继续增大 demand越来越高 好像当时 有人很害怕 糟糕了 如果台湾和内地直行 我们就没有很多生意 因为我们做很多 台湾京香港直行 直行都很乱 有什么问题 因为市场越来越大 我觉得是市场的需求 第一个问题 第二 没错 很多事情 现在飞机飞在0.8多的音速度 再加上去 Economics 就是技术 可以再考虑 但是 我觉得这个不怕 因为有很多地方 好像刚刚说 根本你都没有办法 用高铁或其他东西去代替 第三个点 我想说 也有很多人会觉得 尤其是COVID 也不用飞 说不定 我在1977年 参加国泰航公司 当时很多人跟我说 你是傻子 因为这个世界 将来不需要航空公司 你想想 Telefoni的发展这么快 将来那些人 即是Teleconference 那时候没有Zoom 就已经成功了 喂 我们现在飞得多 还是1977年飞得多 现在飞得多 不知道多少倍 那时候人们说 不用了 如果有Telefoni的 Office也不需要 不用回Office 在家里也搞定 Work from home 现在我也习惯 请问你 今天中环的地价 和那时候比 贵了多少 我觉得电话始终会在 因为人的人性是不变的 所以我对这个 就不是很脚远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但另外一个点 就是 你讲到是很公平的 喂 那是不是 如果有些飞机 飞得更多 去直航 那就会替代了一些hub 我觉得未必 因为你可能有小巴 在金钟站出发 但是去金钟 始终都要駕地铁 即是Mars transportation 所以这件事 我不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还有 你要评论到 因为我飞机飞去 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小飞机 Economics 怎么计算呢 但是 为什么香港没有一条铁路 现在在分量直接去到冬铁 直接去到南区 为什么要转车呢 不合格 所以我对这个 我觉得 在我们能见的将来 我觉得还是可以保持 一个这样的模特 我不知道 有没有补充 有没有补充 有没有高铁的代表 好 好 有支咪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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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 谢谢你 其实都补充两句 你刚才提到八大中心 是不是 香港作为一个巩固 要巩固我们的行中心 我们看 我是学国太行公司 也买了广告 如果没有了行中心 其实其他七大中心都有困难 因為其實它是作為一個人流、物流、金融、資訊的交流 所以我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 Infrastructure 有一個很好的 Enabler 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是為了其他七大中心的服務 才可以令整個香港繼續向前走 向前走 所以想補充一點 謝謝Philip 好 謝謝你 有沒有 你等等 各位先生先 謝謝 你好 陳先生 叫名就可以了 謝謝 我想問一個我自己好奇的問題 我很同意剛才你說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亦都要發展一個國際航空中心 但是如果要發展這件事的時候 會不會在政策上 譬如說國泰的股權上高 應該不斷保持一個獨立性 當然很多地方 香港航空公司 香港政府當然也想增加股權 但是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國際航線的落點呢 又是我先說的 有什麼補充請大家隨便補充 我覺得第一 航權和ownership 是兩件事 即是你是香港的 在香港的航權 是不是一定政府居住 我都未必需要 你當然可以提出很多理論 兩邊都可以爭辯的 很多人都說政府居住的東西 可以不可以 但是加拿大政府居住的那間 是可以的 政府不居住的那間 就失敗了 加拿大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因為你的學股權 對你的地位有沒有影響呢 我覺得也不是很大的影響 因為黑貓白貓 總之你做得好 就是好貓的了 捉到老鼠好貓的了 而且你只要真誠為香港做到的事情 我覺得沒問題的 如果有一個track record 是做得很好 今天國泰 有很多不是居住的股權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今天越多外國人肯來投資 甚至不是完全在香港的公司 現在新來的外國人肯來投資 我覺得更好 香港越吸引到外國人肯來投資 越好 By the way 國泰公司有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股權 其實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拿的 好了 再說另外一樣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政府的政策能夠幫助這個行業 是真的出去競爭的 好像剛剛說 不需要油打格仔 這是我們的支柱 這是對的 我們做的事情 去馬 這是我全力去馬 當然這件事我希望今次做到 也希望更多香港人 有這樣的共識 不要有點猶豫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新加坡可以做到 杜拜可以做到 其他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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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它的成績 香港得天獨口 用這個優勢 是可以的 現在我們做過給你看 從1997年到2006年的時候 做了這麼多年出來 讓你看到它的效果 是可以的 繼續走下去 大埔一點 勇敢一點 可以的 陳實 我聽見 Phillip Hane這樣說 我很有信心 但是說起來好像很不容易 但實際上我想問 我們如何提升香港這個 航空樓樓的地位 因為最重要的是 你說對了 但是我想聽聽你有什麼建議 我們去提升這個 航空樓樓的地位 因為實際上我覺得 你的建議 如果大家聽到 我相信香港政府也會做 陳范局長 我想我先說 就是我剛剛說了三件事 如何你的基礎建設 就是條件和設施 是可以給予發展的 如果今天還可以在機場 你說什麼 加上機器也不行 第二就是你從業者的能力 是否夠強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出去搶客 因為你機場是passive 然後你坐在那裡 就是人家要來的 航空公司是出去搶客的 所以這個 好像我剛剛說 你有一個好的舞台 你要建一個很漂亮的舞台 才有世界級表演者 有世界級表演者 才能吸引到人 第三件事 就是在這個基礎上 如何可以增加其他吸引性 例如旅遊 例如其他東西 例如商業 我不是說其他不重要 其他很重要 香港繼續成為金陽中心 很棒 但是這些全部相負相成 再加上 如果有了航空業 我這麼說 不只是飛來飛去 這麼簡單 而是你可以做到其他配套的事業 例如insurance 例如registration 例如arbitration 你可以說的 financing 什麼都可以衍生出來 這個等局長想說 這個等局長想說 首先 多謝Philip 為什麼我聽Philip 說這個理論 這個思維 都有二十年多前 社會上 因為這個概念 我相信 剛才Bunny的問題 其實行動是最實際的 因為如果我們從97年到今天 現在建的機場城市 第三跑道系統 其實說明了 特區政府 雖然我退了下來 但是我說的 就不涉及現界政府 不過我相信是一樣的 一個原因 就是說 投資一千多億 去建第三跑道系統 這個就說明了 是政府對航空產業的重視 再其次 我也補充一下 其實Philip一定知道 就是說貨運 剛才Philip說了 貨運佔郭泰大約8%的收入 但是 Philip剛才說了 其實對其他的行業 都帶來一個很大的影響 郭泰同事也說了 我們先說貨運 其實貨運 其實我們香港的貨運 以往來說 運載量的噸數是超過2億多噸 而我們空運是500萬噸 2億的意思就是200萬噸 所以5除200其實很少 但是它佔香港的貿易總額 是42% 我們海運只是佔18% 而陸運是佔40% 而我們說的貿易總額是多少呢 是12000多億的比金 但是 背後剛才Philip也說了 它對香港的生產總值 在COVID之前 即是新冠之前 是佔超過21% 聘用的人手 是佔過勞動人的8% 接近20% 你想想 純粹以一個航空產業 其實它附帶的聯繫效應 那才是重要的 再其次 我們金融、旅遊 那些整體的物流 基本上 貿易物流 我講的貿易物流 是8%21%和19% 我相信 即是說 在三跑道系統 以及這是第二那個 Terminal 起好了之後 我們希望是2024都起好了 我們講的 運載量 客運 是講的 去到最高峰 是1億2千萬 我們講的 運貨量 是1000萬噸 你把這個數成一成 其實那個影響 對香港的經濟 就業的提供 以致香港長遠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亦都要回應一下 我同意Philip講的 其實香港政府的態度很清楚 就是說 航空公司 你不要管它 是什麼航空公司 它做得好 對香港有貢獻的 基本上我們都扶持 當然香港 其次的航空公司 我們更加有扶持 所以為什麼COVID之間 政府投入了接近300億 那個借貸 但是政府說明 這個不是入股 是一個投資 是一個合理回報 國泰公司 如果大家留意它的業績報告 都說 它盡可能 在未來十二個月 就還回了些少的貸款 所以大家那個 在航空產業裡面 Philip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很忠實的 就是支柱 國泰公司 其他 比如說天福 其他 對航空產業 對香港的重要性 以及長遠的規劃 其實那個理解 以及方向 都是一致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把時間交給Philip 多謝你 繼續去香港 說個香港的故事 你很厲害 你那些東西非常熟悉 他現在把那個星座做 我們這個 真厲害 真厲害 不過國泰請你記住 筆都記得了 不會忘記了 黃先生 是嗎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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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先生 Philip 你說得很好 我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令我激發了 我想問更加多的問題 第一就是 其實香港不是沒有 自然的資源 是有一個自然的資源 大家都經常都不提 就是我們有一個 很好的自然的海峰 香港可以發跡 真的有一個自然的資源 第二就是 其實我覺得 geography 也是重要的 你剛才把所有的焦點 放在 Aviation Hub 我都同意是 Aviation Hub 是極之極之重要 不過這裏面 我覺得有一個 雞和蛋的問題 就是 你如果沒有其他 好好發展的條件的話 你不可以 就這樣謀謀然去發展 Aviation Hub 是希望自己 變成一個 中心城市 那我為什麼說geography 都很重要 因為你自己也有張圖 就說 香港人 在五小時 就是這樣的 population center 那也證明了 其實geography 是重要的 另外我想起 就是 你說到HUB 就算說回美國 我現在想起 全世界最大的機場 最多人流的機場 其實都在美國中間的地方 就是 Atlanta Dallas-Wordworth Denver O'Hare 當然 你可以說 New York 其實是很大的 不過它有三個機場 就分流了 這個 就是 The next question 我很想問 其實我覺得香港 它最大的優勢 始終都是一國兩制 還有它有一個 就是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所以 它可以 建立一個 這麼大的 Aviation Hub 而那樣東西 會再帶來 更加多的增長 因為如果沒有 一個兩制的話 我在想 為什麼深圳 不可以 overtake香港呢 因為它有更加 多的地方 去expand 所以我其實想 最後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我們的大灣區 其實香港 和深圳 和白雲機場 是如何分工的呢 我就不說澳門和珠海 應該說完 多謝 這個很對 首先我想說 其實 你家裡 都對香港 做了很大的貢獻 機場管理局 第一任的主席 就是開國功臣 就是 寧尊庸 所以 其實香港 這個 Aviation Development 你的家人 一直都在 很接近 所以 居公自衛 我想說 Geography 這個點子 我說Geography 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 是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但是 不是 決定你 行不行 因為 如果你是 不懂得利用這個因素 始終 沒有前途 所以 布魯塞爾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有這個 德天獨學的優勢 你不利用 就很愚蠢 所以 應該盡量用 如果你今天叫我 在 我不應該說的地方 不過 Let's say Hobart Tasmania 搞個 修行 算數 哪有 哪有 不能做 根本 沒有了 根本 起碼的條件 但是 香港不僅有 起碼條件 根本是 很優越的條件 為何不盡量利用這個 所以 當時 這個 我也不怕說 我忍悔一點點 大灣區 未結構 前 你記得 國泰航公司 在2006年 跟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達成了一個協議 將港龍收購回來 跟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即各航 互換股份 大家互相持股 當時 各航 也是澳門航空 和深圳航空的大股東 很容易看到 其實 你可以看到 可以去到哪裏 如果你在 這個大灣區 當時我們叫做 珠三角 五個機場 香港 廣州 珠海 澳門 深圳 有一個聯盟 有幾個機場 重要的 而機管局 亦在管理珠海機場 在營業方面 和營業方面 和大家的協調方面 可能是一個很不同的局面 所以 這是 我覺得 是一個很自然的 一個方向 還有 我說 如果你做得大 你肯定 可以整個區 是大東京 大上海 的概念 深圳搶不搶到你 看你怎麼運行航空公司 你覺得馬來西亞 加隆波的機場很差嗎 其實是很漂亮的 真的機場很棒的 對不對 跟新加坡的座位 跟新加坡的座位 怎麼相比呢 我覺得是 你的航空公司 夠不夠力去搶外面的客人 當然 這是我完全同意你的 不是靠自己的 當然你要先建路 那時候內地有句話 要自負先收路 要自負先收路 李光耀也覺得 交通先行 但是你建路 沒有東西 都不行 其實香港有東西 現在根本是一個很繁榮的一線城市 全世界來說 所以利用這些條件 這是你最好的機會 今天是一個最好的出擊機會 如果我們20年之後 還在說這些話 大件事 現在說 去砌 是會贏的 好 這位先生先好嗎 不好意思 這位先生先 OK 接著可不可以讓我問你一個 我正在排隊 我正在排隊 其實很輕鬆 我都在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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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部轉給別人就可以了 阿Date有沒有話要說 陳教授你好 不要叫教授 叫名字就可以了 20年前 應該有一間歐洲公司 聽了你的理論 就弄了一架叫380的飛機出來 同一時間 美國一間公司就說 不同意 就弄了一架七八七出來 歷史就證明 我覺得 因為人是越來越心急的 以前可能我們3G上網 都可以 現在5G你都會罵iPhone晚的 歷史現實就證明了 可能直行 會比 用380當初的概念 就是hub to hub 會更加 successful 你覺得 隨著人越來越心急 或者追求懶惰 或者不想轉來轉去 這個hub model 其實會不會 break down Eventually 好像周庸剛剛說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technology break through 這樣hub會變 會變成另一刻 或者怎樣成功 因為不可能現在的世界 真的被你一覺睡醒 今天我們看到的technology 兩個小時之後 香港去到紐約 這個我想很難 暫時也 我想說一下380 因為這是我任來的時候 受到很大的壓力的問題 我決定不買 沒錯 我希望郭泰還會感激我 因為當時真的受到很大的壓力 一定要買 這個真的很厲害 新加坡也買了 Amoryst買了 為什麼你國泰不買 當時我們計算的數目 第一 其實不是這麼大的距離 你看747 由707 是150人到747 近500人 一個距離很大 幾倍的載客量 但是由330 到777 到380 其實不是這麼大的距離 第二 就算飛機大了 你覺得客人會多很多位置嗎 對客人來說 不是一個很便宜的 proposition 只是一樣的位置 這麼窄 只是多載一些人 第三 你想想 如果飛機有兩層 是不是行李會多了 客人會重了 又多了 那一載貨的能力便少了很多 你計算一下數目 好像沒有什麼貨運收入 第四 如果你飛去Los Angeles 它是不能飛的 因為範圍不夠 它說不是 你可以飛去東京 這些比較擠迫的機場 一架飛機 再多人進去便可以了 如果我買這麼大的飛機 這樣用法 沒有浪費 所以我們計算了 所有的數目 最後都是希望能夠抵擋壓力 當時香港政府極高級的人 照我上去 為什麼你不買380 我說沒有first mover advantage 如果你等人用後 真的證明有效 我再排隊買 它一定會有貨 遲多幾年而已 不行 你應該馬上去買 我第一個真的沒有用 你不要爭著去快買 你記不記得 第一個買747 那個是哪間公司 Panham 請問Panham今天做什麼 已經整理了 所以我是同意的 這三80年 我覺得當時是一個很難忘的經驗 謝謝 阻礙大家的時間 我想給陳Sir有一個信心 小弟是黃詠四 叫名 我是Villy叔叔的朋友 今天真的務命而來 我想九運也會給大家信心 尤其是政府 九運真的是黃韓運 我覺得香港的韓運真的要提多一些 今天我們師傅來到 陳Sir 陳師傅在這裡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交流 其實我本身是獨地理的 我獨地理 和交通都很大關係 我本身也是在成都 曾經自己去建立一個 先人飛機公司 我行135的 我做先人飛機 其實我也很了解 關於郭泰去本身 和香港的航空發展 其實如果航空發展 建了一個 航空學院 我最開心 我小孩子 建了一間 無人機的學院 可以讓年輕人 可以進行航空 因為航空 可以有超過30種工種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香港政府 我看了很久了 香港政府或者國泰 其實有沒有想過 可以去 經過這個QE之後 其實很多富豪出來了 會不會發展到 一個去私人飛機的產業 這個會不會去延伸到 這個產業 可以吸納到 一些人才 技術 科技 來到香港 因為香港已經有三炮 第二件事就是說 會不會我們香港政府 也都可以再想一想 就是把大嶼山 我們現在叫做 Airport City 但其實可以升級到 一個叫Aerotropolis 航空城 航空城不只是看 大嶼山 其實就是延伸到 尖沙最中環 或者甚至去到 香港仔 魚市場 那麼 在航空來說 會不會我們 將會有一個 這樣的思索 可以延伸到 去這樣的領域 陳Sir你怎麼看 謝謝 我只是聽說 九雲 我只是想問 郭泰現在多少錢的股票 是不是應該進入了 八個六號半 八個六號半 不是 但實際上 我想這個問題 應該由郭泰同事回答 你接著 COVID之後 怎麼打算 謝謝 謝謝 這個問題 補充一點 也不敢說 是什麼 expert 其實香港 香港的行業 在疫情 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我們經常跟新加坡 比例 我們比起新加坡 是遲了一年才起步 還有 因為管控比較嚴 我們的運力 是跌得非常深的 非常深 譬如 新加坡航空公司 他們最低運力的時候 只有三成 在疫情前的三成 而國泰航空公司 在去年 大部分時間 大約上半年 只有百分之三的運力 其實整個客運業 差不多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是 起步得遲 起點也很後 也要追 所以我們現在 很努力的 就是去追 去追回航空業的地位 但是剛才 陳局長也說了 其實我們貨運業也很重要 所以就算去年這麼困難 我們在做一個 cargo hub 這個貨運的樞紐 我們世界都仍然是排第一 我們贏了Memphis 我們贏了上海 我們贏了上海 在這麼困難的時間 都能做到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 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都要自己 鼓勵一下自己 覺得自己覺得很好 好了 講一下疫後 現在向前看 有什麼可以做 第一當然要重建 為香港重建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是要看看 我們的延伸市場 在哪裡 剛才說過 Airport Center Airport City HUB 不單止我們看香港 我們也在看大灣區 大灣區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當然不單止我們經常聽到 九加二 八千萬人 一個很大的潛力 很大的潛力 但其實不單止是帶內地 或者香港的人去國際 其實大灣區有一個很大的機遇 就是可以將外面的人 世界性的人 經香港 叫做經香港 經香港 帶他進去其他大灣區城市 我覺得香港 作為一個這麼世界性的城市 我們這麼會做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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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以及一定要把握這個機遇 不要讓別人追上來 我們再追落後 其實就比較 吃虧了 第三 其實也很關我們事 最近天氣這麼熱 我覺得香港 從航空業來講 應該需要很關注環保的事業 所以其實在航空業 也做了很多環保 以及減低 甚至將到靜靈排放 各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這方面其實是一個生產業 香港人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新加坡已經先走了幾步 我們是否是時候要追 也是很值得思考 所以想補充這幾句 謝謝 阿遠章有話跟你說 好 謝謝 你還沒有坐私人飛機 私人飛機 是 私人飛機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不同的產業 我想世界性來說 很少大的航空公司群 會有做商業 即是一個行程的服務 又會做一個私人飛機的產業 所以我覺得暫時 我們都很專注於 我們的主業 老本行先做了客運 以及做好我們的貨運業 令香港的航孫可以繼續偉大 謝謝 好 今天很精彩 我們問最後一個問題 好嗎 留給我自己 旅遊發展局有沒有話要說 好 不敢 請說 不好意思 Philip 很感謝你給你一個這麼精彩的 speech 但是我想借你這個平台 提醒大家一點點 第一 我覺得COVID之後 我有點失望 似乎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會有COVID 可能我們是否要飛少一點 可能那些航空公司要減少班次 讓它更有效 希望大家想一想 另外一點 我自己也想說 香港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在香港長大 雖然在外國讀書 但anyway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字 我自己personally 不是很喜歡的 搶人才 為什麼一定要搶呢 為什麼不可以培訓一下呢 我想大家去思考一下 Thank you 你第二個點 我想我已經適合了 第一個點 是一個自然的經濟學 需求 demand and supply 是一個很自然的事 我想 一個optimal 就是社會和經濟的平衡 Dane 旅遊 好 你可不可以給咪咪前面 這位 這裡 OK 我想有幾樣東西 我可以補充一下 這是發展局 你好 首先就是講到 剛才講到hub的問題 我想我們看到 高鐵的出現是有影響的 最近我們看回數據 甚至五一的數據 內地來香港的人次 其實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多 是坐高鐵來的 甚至是去到華中、華東地區 開始坐高鐵 當然是因為看到它的空運力 是未回來的 內地和香港的空運 大概是恢復疫情的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六左右 即是三分之二左右 即是比較慢的 所以在這裡 我們看到高鐵的方便 第二件事 我想剛才講到hub那件事 我想不只是一個空運對空運 是intermodal 我們所謂多元不同 即是可以是陸路、鐵路、 加上航空 這幾樣東西是混在一起 剛才也有人問 我想有朋友問到 如果我們提議給政府 究竟應該有什麼可以改進呢 其實很多人提過 我知道基本局也提過 就是說 不是說一地兩檢 而是在一個點裡 做多方面的clearance 如果海外的人 飛來香港準備轉機 進入內地 即是在香港一到的時候 你就裝作一個手續 再飛到內地 我想這個hubbing是有用的 剛才提到的那個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friendly 我們也看到的 這幾年我們study 在歐洲很多人說 我們會踩單車 我們會少一點 旅遊坐飛機 但是我們看到 在很多地方 旅遊復常之後 基本上 大家在regional 或者domestic travel 之後 很多人都想飛出去 我們看到歐洲 尤其是 大家現在飛出去是多了的 所以 我想身體力行 理想是想說 mo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但是 那個demand 始終都有 甚至 在有些地方 看到就是說 好像我已經 有三年沒有travel 兩年沒有travel 我想 catch up 香港的recovery 我想全世界來說 是最快的 因為 香港的outbound travel 已經恢復了75%以上 也很多人坐高鐵 坐飛機 當然 機票的價格很貴 我想 是我們大家的痛點 這個我覺得 不是怪貌的航空公司 是人手 infrastructure 還沒有充足 因為 這幾天我們 跟美國的朋友來聊天 有紐約的 有Disney 在Orlando 他們說 在美國的機票價格 是高了幾倍 甚至在Orlando Disney 各位朋友跟我說 Orlando Disney的酒店房 可以去到 四千美金一萬 所以他們 都在處理 當然 我想這個 也要花點時間 不過 那個hub theory 我覺得是很正確的 因為 香港來說 我們 國際化 亦是令到我們 有這樣的潛力 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不好意思 說太多了 大概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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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問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你說的 其實是 在全球化黃金年代 三十年的 其中一個轉變 就是說 過去這麼多年的發展 但是 現在 在一個大的形勢裡面 譬如中美 就是 那種 吵架 甚至 你現在看到 香港還有一個金融市場 其實是被打擊 我覺得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你剛才那些理論 是建立一個很黃金年代的全球化 現在 有向逆全球化的發展 也是 中美 對決裡面 香港是一個 容易被人打擊的 對象 其實 會不會是 OK 我們做了所有的事 包括機場做得很好 但是 結果出來 原來已經是 完全沒有生意做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的發展 沒有 沒有 因為其實 這個hub theory 很簡單 這麼多條腿的話 一條不太行的時候 要用另一條 所以你說 今天 可能 美國 可能生意不如以前 有其他地方發展 你不能靠一個死了 就什麼都死了 不是這樣的 所以 這個 是給了你 Diversify 你的Risk 模特兒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凡有變化 香港就是機會 還有 我也覺得 我自己經過 在國泰國 從97年進去的時候 開始計 我真的見過無數這麼多的crisis 以及無數這麼多的challenge 我自己看回 97年前的照片 我的頭髮多很多 但是 但是 和這件事無關 但是 你見到世界局勢的變化 甚至 就算是 97年前已經有很多的變化 八九年開始有很多變化 就是 Bipolar變成冷戰結束等等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變化 你也見到 其實香港是 在這個變化方面 要找機會 如果一個地方完全沒有變化 每年增長2% 你到死都沒有什麼發達 所以我覺得 越多變化越好 但是現在你的爪越多 越多元化 你能夠有的靈活性 是更多 好 我們今天上了一堂 今天有政治 有經濟 有堪餘 有不同 甚至有狗運 不過我上次想起 你上次見到我買馬 OK OK 好了 再一次感謝大家 事實上這個話題 其實可以說很多很多很多 也都是很有趣 對我來說 完全是另一個角度 去看香港 看國泰 看機場 看其他事情 再一次 我們再一次感謝Philip 如果大家有一件事未做 看看這裡 最後的行字 OK 再一次感謝大家 也感謝聯合 謝謝